我们先来看第一局的比赛,由四川队先发球 一传到位情况下,姚迪给朱婷制造了一个一对一 我们看今天天津队也是首发就用了朱婷 也是为了调动朱婷的状态,为后面的比赛做准备 李盈盈,这个直线一个轻拍 李盈盈在这种处理球的时候,变化特别多 三十代一个轻打,看反击 这球空船配合没有配合好 出庭后排防守非常好,给四号位看李盈盈 李盈盈下手非常果断,打在了腰线上 天津队开场3比0领先四川队 可以看到天津队在小球这方面还是要强一点 我们看刚才那个调球往远远防起 同样四川队划了一个避守线 四川队一个探头,划球摁在了天津队的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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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刚才发的也很重 这个球刚才发的也很重啊 这个球刚才发的也很重啊 还是追发李盈盈 王玉珠二号位的一个直线把球扣中 王玉珠二号位的一个直线把球扣中 王玉珠在之前的比赛是打主攻的 今天是打接应 我们也期待一下王玉珠在接应位上的表现 他零赢轻拍 四川队反击四号位 这个球是打了一个匕首线 王玉珠没有防起来 开局四川队在四号位扣球数量比较多 现在由一号陆文静发球 一传到位 一个短球,但这个球传得太近了 转移到二号位 这个球转移的还是很快的 这个球转移的还是很快的 这个球在一传到位情况下 天津队组织了一个被飞 由王玲把球扣中 这个球在一传到位情况下 我们看在开局 姚迪就积极调动浮功 也是为了能让各点都打开 这球传得稍微有点近 给一个后二 这球王玉珠下手非常果断 反击给一个快球 这个球没有配上 看后三 天津队防守非常好 同样还一个后三 李盈盈这个球 刘立文的防守非常顽强啊 双方都有一点乱 看这个四号位调整 这个球四川队是一个轻打处理 车文涵把球轻搓 搓到了五号位的心上 我们看这个球 没有发力 没有发力 效果很好 我们看这一分球天津队处理得很耐心 最后姚迪是给了一个后三 王玉珠反球扣重 主天好防守 看这个后二 这球是判给了四川队 这球是判给了四川队 打一个前快 这个球王玉珠扣得非常有力量 下手也很果断 这个球王玉珠是失误了 二号位打一个长线 但这个球稍微出了一点底线 四川队防守非常顽强啊 我们看朱婷这个球一对一直线 看王玉珠的四号位 看双方都有一点乱 看这个球 摇迪的防守 非常好 后三 看四号位 我们看这个回合非常精彩啊 这个轮是天津队的反轮 王玉珠在四号位 但王玉珠原来就是主攻 所以对于天津队来说 也不算是弱轮 但是四川队在这一分上抓住了机会 刚才四川队的防守拼得很顽强 还是王玉珠的一个前快把球打中 王玉珠在开直这段时间 扣球成功率很高 而且下手也很果断 有机会就下手很快 朱婷又轮转到了后排 朱婷手上还是缠了厚厚的绷带 这球传的有点开 这个球垫条到了三米线这个位置上 李莹莹打了一个大腰线 打得很深 我们看这个球垫条 李莹莹在处理这种开网球的时候 非常有自己的一套 一船直接冲过往 王玉珠一个探头 把球扣中 现在比分来到了12比8 天津队领先4分 拉开到4号位 从直线把球扣中 由于亚镇摩折倒下 起来 有眼泛的 Şu眼泛的 这就出售了 让我说是外星的 和到她的一种 对她本身的 对她的一个 让她一种 对她的一种 一传到位 打一个前错 我们看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 姚迪还是积极调动王源 我们看刚开局的时候 其实主攻给李莹莹的球很少 给朱婷的球也很少 朱婷上场到现在 从二号来打了两个 李莹莹是打了两个 开网的这样的处理球 四次 四川队请求第一次暂停 天津队的一传跟防守都非常好 对于四川队来说 想一板直接打死他 这个还是有困难的 他不是在这儿点还 这儿点 看着你这儿 这个 在 雪啊 真的一个草草 好吧 没有吧 有吗 有吗 好 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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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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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安定回来之后 来看天津队的发球 把球的性能很好 看这个球想掉球 但是没有过去 天津队的篮网还是非常好 这么近网的情况下 想掉天津队还是很困难 着 快点 快点 好 走 走 现在一船到位 给二号位 走 转移到四号位 这个球打守之后落在界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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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传半到位 电条给李盈盈 这球裁判 是以打手出界 比分来到16比10 天津队领先6分 王毅竹发球失误 天津队在发球上 还是压着四传队的底线在走 7号 唐维丹发球 一传到位 给个后二 这球传的有点短 这个球传的虽然有点短 但是王毅竹一个戒手 一传半到位给后二 打手出界 四传队换人 9号 弹心衣裳 来替一轮发球 也是加强这个发球攻击性 还是没有找到发球的状态 发球失误 调整给四号位 轻调 反击 还给四号位 我看这个球主攻是用力的提高点往后打 我看这个球传的还是有点近 在用手腕 一传不到位 看调整 不停 四传队的这个小鱼 球也是太操了 我们看刚才那个球 四传队的上球就没有上好 二传在跑动过程当中翻一个后二 也是没有翻到位 攻守没有办法 扣只能处理过去 这也是在串联的过程当中体现出来粗糙的一点 四号位强攻 轻调 我们看四传队的二传 在给攻守调四号位的时候 攻守总是扣不了 还是需要跟攻守多沟通 他给王一竹二号位 这个球下手非常果断 看见两个人 篮网从中间突破 王一竹今天在二号位的发挥还是非常不错的 进攻也非常果断 表迪发一个前驱 这个球落在三米线上 这个球性能画得非常好 22比13 天津队领先9分 四川队请求第二次暂停 这么多两个人 天津队被打完前排准备 是不是 好 这个 他也在 请我来 偶尔 好 我们忙 这时候吃的几点 吃的 你的意思 我来 我就 我要 一二糟 不是你的 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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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我来 这球唐维丹是打了一个中线 从两个篮往手中间打过去 我们看这个慢动作 这球从朱婷的手边打到后排 一传到位 这球王源是没有扣上 但是孙团队在反击的时候 也没有抓住这个机会 苏维平想拍一个后排 但是没有控制好 拉开到四号位 强攻 因为四川队的这个一传确实现在不太稳定 王源蓝王也很好 只要一传不到位 王源往这一并 对于四川队来说 想要扣过去就太难了 又有反击机会 看李莹莹 这一板下非常利 李莹莹在抽打这一下的时候 还是非常快的 第二局的比赛 由天津队率先发球 我们看在这一局的比赛当中 余君伟是打接应 王一竹是回到四号位打主攻 剔下了朱婷 也是让朱婷休息 继续发前驱 拉开到四号位 苏维平那个掉心 被防起 王源褚调整 这球打手出界 我们看同样是掉心 我们看天津队的 祈求成功率和效果都很好 继续给桑位拉开 二传还是非常信任 苏维平的 我们看开局这两个球都是给他 这球是有一个破坏性拦网 张鸿林是替下了苏维平来发球 但是这个发球也没有把攻击性发出来 发球失误 这个发球性能非常好 四川队无功 看这个球组织 给王源一个钱块 王源今天扣救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姚迪在给王源这一点的时候 传得很好 也很坚决 宇军伟 这二号位 下得也很快 我们看今天天津队在分配球的过程当中 姚迪还是二三号位比较多 四号位比较少 只要在一传不到位情况下 电条给扫位 让林莹或朱丁打强攻 同样是还一个短平块 但这个球没有扣中 看反击 宇军伟 这球传对二号开了 车文寒 没有度过天津队的双人篮网 车文寒是00年的小将 所以在经验上肯定是不太多 面对双人篮网的时候还是心比较着急 四传队现在1比6落后 还是要想办法度轮 转移到二号位 这球又防起 于军伟 打手出界 第二局一上来 天津队7比1领先 四传队马上请求三停 好 暂停结束 我们来看王毅竹的发球 比传到位 给二号位 这个球传得稍微有点到 二传在有机会的情况下 还是要尽可能的把球传得给攻守 为的舒服一点 要尽快度轮 这一轮已经卡了很多分了 车文寒 看李盈盈的反击 从这个垫条上就能看出来 这个球应该是可以下的 我们看这个垫条 垫得很稳 就在这些细节方面 天津队还是要比其他队 要更胜一筹的 一船直接丢分 10比1 现在一船要出现了问题 这个对于四传队来说 确实是不太好办 刚才是进攻 九攻不下 现在又是一船出现问题 压前排主攻 看四号位的调整 轻排过度 二号于群伟 这球掉得非常聪明 掉主攻的身后 主攻的身后 自由人往上补的话 其实也很困难 我们看这个球 掉的质量还挺高 陈文涵一船直接失误 四传队换人 换上了九号弹心衣 换下了十九号丑文涵 变一个节奏 一船半到位 来看这个二号位调整 这个就下得非常果断 12号 缪一文把球扣中 这球于群伟下手 非常果断 还是妙一文在二号位调整 四传队的强功把球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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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传队现在就应该抓紧 把自己队伍的状态 先调整一下 刚才被王毅竹那一轮发球打乱了 余君伟的后二被篮 弹心衣把球篮死 我们看姚迪今天对于群伟的球非常多 充分调动于群伟 为后面的比赛也是要做准备 四传队的发球失误太多了 一定要控制自己的自私 其实因为天津队这种强队 他的失误本身就很少 而且他的一传防守都很不错 你想从他身上拿分太难了 你还发球直接失误太得不偿失了 摇底的一个二次 这个球裁判是判四传队出往 四传队挑战 挑战这个球没有出往 这个挑战也可以当一个战术性的暂停 来对队员进行一些战术上的部署 不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四川队挑战失败 确实是复工在下落的过程当中出网了 天津队发球失误 天津队发球失误 天津队预传到位 走一个贝快 然后大手之后出界 天津队换人换上了丽亚男 换下了王远远 在比分领先的情况下 王宝泉指导也是换人 来让更多的队员来场上 来适应一下比赛的节奏 王宁发球 这个球发的效果非常好 直接得分 四川队的一传确实是现在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一传如果不好的话 那整个的节奏都会被打乱 这个球二传传地又二开 我们来看余俊伟后二 看四号位强攻 还是没有突破天津队的篮网 我们看天津队篮网手柄的很齐 一传半到位给一个后二 那三位强攻 这球王宁竹一个大斜线 把球扣在界内 四川队请求第二次暂停 我们看刚才那个回合呀 还是能看出来四川队的公传配合 现在还不是很默契 给四号位的球有点拉开 有点倒 给二号位给后二 妙一文的球呢 就有点立在三笔线上了 没有商量好这个后攻的位置传在哪 还应该再沟通一下 来进一步的说一下这个球应该传在哪 攻守也要跟二传去沟通 二传也要知道攻守喜欢打什么样的球 来应该大家一起来应对一下这个场上这个困难 大尼回来之后来看天津队发球 一传冲网 四川队无功 看这个球怎么组织 打一个魏飞 妙一文的防守非常好 野王玉竹 还有四川队防守非常顽强 我们看天津队组织 拉开到四号位 一对一这个球扣在界内 我们看这一个球四川队的防守非常顽强 但在来回合数很多情况下 天津队依然很清楚 妖迪这个球分配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三位强攻 这球终于是扣在了一腰线上 张红林把球扣中 渡过了这一轮 一传半到位 看王毅竹 这球扣球出界 这球保持的位置也不是很好 有点拉到标志杆外了 不是很好处理 这球员 7比21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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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5 7 4 4 5 失误也很多 所以这一局整体来说 四传队发挥的欠佳 这球还没有配上 23比7天津队大比分领先 现在四传队整个都很乱 我们看接一传 自由人也不果断了 还是姚迪发球 宇传到位 给二号位 秒一文 这个球李英英卡很好 看于军伟的 给拦回 王业竹打后排 这个球打在了底线上 25比7 千斤队 拿下第二局的比赛 总比分2比0 暂时领先 那我们稍时休息 来看第三局的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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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局的比赛当中 天津队换了一个复工 把王远远换下 换的是李亚南 这一局有四传队先发球 走 宇传就到位 看这个球 二号位 秒一文打手出界 如新 这次 往下 集团 搬 边 队 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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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传直接过网 李盈盈这个球防得真好 宇军伟一个轻调 这个效果也非常好 刚才四传队那个探头太着急了 打到了后排 正好打在李盈盈的手上 没有抓住这个机会 现在天津队王一竹罚球 李盈盈到了前排 一传到位 拉开到四号位 四传队得分 连压难处网 第三区上来 四传队 能看出来是在贯彻 拼发球的这个战术 但是还是有失误 在压五号位的后驱 一传到位 打一个快攻 日后来 这边的主动 起来 三点 打一个拳 把锅给了三点 一传 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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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一个交叉 这球裁判示意是在界内 但是四川队是请求了一个挑战 天津队的刚才这个组织还是非常清楚的 李盈盈接完一传之后还没有起来 姚迪是拖了一个三号位的 三四号位之间的一个交叉 军围跑上来也很快 我们来看这个球是接内还是接外 压在线上 四川队挑战失败 现在双方打成三比三平 由天津队发球 天津队的这个篮网还是非常强的 我们看这个球一传到位情况下给复攻背后 但是双着篮网顶的 余君伟发球出界 双方都是想压后区发球 但都会有失误 现在换上了唐威丹发球 替下了妙怡文 凌云一传到位 打一个备快 这个球被防起 看刺人队反击 打手 孟宇璇的防守 拼得非常顽强 但这个球没有防起来 好 他李盈盈调整 余君伟的后二 四川队反击也是后二 没敢发力 看李盈盈 掉心 李盈盈在这种处理乱球的情况下 得分率也很高 观察场上这个变化 是其他的主攻也应该学习的地方 八球直接得分 四众队换上了姜如玉 四众队的一个轻拍 这个球后排没有防起来 这一个轻拍 后排没有动脚 王玉竹扫位强攻 这个球下手非常果断 速度也很快 王玉竹今天24号位发挥都很好 第一局打接应 打了也很好 成功率也很高 第二局换回来打主攻之后 依然成功率也很高 今天王玉竹调动得非常好 024球 这球前排没有准备 出来吗 二众队这个时候有个变化 打一个短球 这球打在腰线上 田径队再次换人 换上了陈心同 踢下了姚迪 这球没有配上 但是效果很好 在防复工的这个球的时候 其实你要让复工 发力发狠的那种 其实很容易卡起来 就是这种 没有扣上的这种球 又快又难防 一传到位 打一个被交叉 这个球非常漂亮 这个战术球 真的是很多年没有见过了 这个原来是日本队 最擅长的战术 今天在天津队 再次看到 一传不到位情况下 调整到四伙位 主攻守的一个强攻 把球扣中 这一局四传队的主攻 在打调整的时候 就比较耐心了 跟上一局相比 耐心了很多 余军伟下手非常果断 这是一个二号位的调整攻 下手速度很快 利亚南发球 球发不错 看头没有摁死 发位强攻 这球余军伟单人篮网 发球篮死 这个直线封得非常死 完全是把球罩住 一传不到位 直接丢分 现在比分逐渐被拉开 12比9 天津队领先三分 还是调整到四号位 看反击 天津队给一个后攻 王毅竹 这球防得也很好 复工的一个调球 天津队的小球非常好 这球李盈盈是想拍过去 但是手上没控制好 场上比分来到10比12 四川队发球失误 一传半到位 拉开到四号位强攻 天津队有机会 看反击 拉开到四号位给李盈盈 这球小斜线打得非常快 李盈盈在好球的情况下 下手非常果断 而且那条小斜线也很难防 探头 这球是打在了四川队员的身上 四川队请求暂停 刚刚有比分扩进的趋势 但是天津队随着发球的攻击性加大 比分拉开到了5分 打一个招牌 打一个招牌 跟八人买防股一样 那些人买的 谢谢 谢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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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招 你 四 四 我们 站好 点数 好 再进回来 来看天津队的发球 欲传半到位 拉开到四号位强攻 转移到二号位 天津队的篮网非常好 还是二号位 打手出界 我们刚才在这个反击过程当中 也能听到 这攻守在喊进了 确实是刚才这个球 攻守抢得特别好 确实二传传的时候 传得有点劲王 唐威丹发球 还是压力盈盈 四川队反击一个后三把球扣中 我们看陈欣彤上场之后 跟李亚男的这个配合 还不是很熟练 刚才那个球没有配合得很成功 让四川队抓住了反击机会 一传是有点冲王 陈欣彤顺手的一个二次把球打在了四川队界内 现在比分来到了12比16 这球王毅竹太寻球发力 直接打出了界外 走 走 现在是用王远远换下了王宁 看反击 零莹调肘 给后二轻拍过度 看这个调整 看王一竹 三位强攻 把球扣在腰线上 线路扣得非常清楚 天心队在乱球当中啊 小球保护非常好 这球是用手腕搓了一条小鞋线出来 我们看这球是用手腕搓了一条小鞋线出来 看四川队的二传还是更信任四号位的攻守 给了几个三号位发现打不下去之后还是给四号位的偏多 反击的球的时候会给二号位跟后二 更相信这个边弓 倒一强攻 这个球传得越来越开 但王一竹这个下手非常果断 中区下沉 这个球发的性能非常好 四川队现在还是要让队人精力更集中一点 四川队请求第二次暂停 是打得非常皆同不是 这个都真是 那么简单的 就全部夹了 一只 那么简单上 了 这个 我可以 一只 你下来 你下来 把这个 放到它 他就要了 把个 大小鞋 小鞋 小鞋 暂停结束 我们来看双方的比赛 天津队已经上了20分 到了第三局的局中关键分 一个快攻被捧起 看反击二号位 宇俊伟的一个破坏性的打手 我们看今天余军伟的发挥 非常的稳定 下手非常果断 四手那一传不到位 给到后二 轻拍过度 王毅竹 这个球是被双篮往篮在界内 翰大哥 成功 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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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三点 四川队的防守非常顽强 看天津队的反击 难一个背快把球扣中 我们看天津队的这个上球啊 整体都很稳 二传在分配的时候也很好分配 孝然那现在一传非常不到位 看反击二号于军伟 给四号位强攻 这个球主攻手下手非常果断 明星是真的 一幕中在三方的图形 一幕中与智隆 一幕中在三场 一幕中有兵 de l 一幕中在三场 一幕中在三场 一幕中在六 its尊 以后地的内幕中间 三场 以后地的阳战 在了一起啊 高赛 相对还有机会 看三位强攻 王毅竹的一个后攻 把球打在了一号位底角 四川队是提出了挑战 四川队挑战的内容是王毅竹刚才这个后攻是采现的 没放来看王毅竹没有采现 这个球四川队挑战失败 从刚才这个来回合看啊 在乱球过程当中 天津队的处理其实是更细的啊 我们看从第一下接球的人开始就上球很稳啊 一旦有一个人慌的话呢 这个球就很难得分了 二号位这个球有点到 打手之后有一个变现 打手之后有一个变现 테ante and 做到了王毅竹的前面 estramy 放入冰箱